马德里知名的大地女神广场 喷泉旁挤满了聆听演说人群 群众不是将西班牙国旗拿出来挥舞 就是把国旗裹上身 向执政的左派总理 展现人多势众的反政府声浪 透过空拍更能够观察到 广场上万头传动密密麻麻 几乎没有留白的空地 总计一百多个团体 号召到三万人举办示威 谴责政府纵容加泰隆尼亚分离主义者 法国总统马克宏不久前造访西班牙 西班牙总理桑杰氏 选在加泰隆尼亚首府巴塞隆纳举办峰会 被视为怀柔加泰的独立势力 反家族的西班牙人认为 倘若加泰隆尼亚脱离西班牙 总理必须负全责 法国的周末 一样有数以万计的人朝上街 寿新阶层谴责马克宏 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 而且领取全额养老金 需工作满43年 不仅是私营企业劳工 法国工会也纠集了公共运输人员以及教师加入抗争行列 还威胁不排除全国大罢工 倘若工会与政府谈判破裂 法国恐怕又一次上演学校停课 交通停摆 影响到大部分民众的正常生活 华士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士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士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